今天要分享的这本书名叫做《巨人的工具》 它还有一个很长的副标题 《亿万富翁 偶像和世界级表演者的战术 习惯和日常》 从书名就看出来 这本书讲的是牛人的方法论的 这本书是2016年12月份才出版的 一出版就受到了各方好评 这本书的作者叫蒂姆·费里斯 费里斯是好多本畅销书的作者 还是一个连续创业者和天使投资人 我们之所以要把这本书推荐给你 第一是因为这本书非常实用 它直接了当地告诉你 牛人们是用什么办法工作生活的 读完之后你能活得更有智慧 这本书的作者费里斯访问过大概一两百位名人 这些人都是各个领域的一线大牛 然后作者把他访谈的内容编排在一起 就成了这本书 不过这本书有700多页 里面的人物实在太多了 我们只能精选几位最有启发的给到你 所以这本书我们就挑三个人说 第一个人是漫画作者斯科特亚当斯 他给我们的启发是 不要去追求实现一个什么具体的目标 而要发展一个系统 第二个人是前美国海豹突击队队员 杰克威林克 他告诉你 真正的自律是你要对你的世界 有极端的所有权 第三个人是硅谷的风险投资人 叫克里斯萨卡 他告诉你 生活里的挑战是应接不暇的 你应该学会优先应对进攻型的挑战 好下面我们一个个人说 先来看第一个人物漫画作者斯科特亚当斯 他的戴博特系列漫画 今天同时在65个国家 使用25种语言 超过2000家报纸上刊登 亚当斯原来就是一个做办公室的白领文员 刚开始画戴博特漫画的时候 因为他还得上班 所以每天早晨必须4点钟就起来画 那他是怎么坚持下来取得今天的成就的呢 亚当斯分享的最有价值的经验大概是下面三条 第一条要为自己建立一个系统 而不是定一个目标 亚当斯当年一边上班 一边业余画画和写作 这给他带来的物质回报是非常少的 大概只相当于工资收入的5% 对生活没有任何影响 当时他女朋友就问他 你为什么要干这件事啊 亚当斯当时是答不上来的 亚当斯现在是这么总结的 他认为他做的这个事情 不是为了完成一个什么具体的目标 而是为了发展一个系统 所谓的目标就是你做这件事情 就是为了做好这件事情 成功之后就有回报 失败之后就算白干了 而亚当斯所谓的系统 则是一个连续变化的东西 或者是一项技能 或者是一个关系 比如说夫妻关系 为了这个系统 你可以做各种项目 你可以要求自己养成什么习惯 你要的不是某一个具体事情的成败 而是发展这个系统 亚当斯的博客写作就是一个系统 具体哪篇文章能不能获得收入 有多少读者阅读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能不能让这个系统不断的发展 他写博客没有任何具体的目标 这恰恰就是系统的特征 那怎么发展系统呢 亚当斯做了两个方面的事情 第一是要定期写 不能三天打鱼两天采访 第二就是要把博客当成一个研发平台 在上面做各种写作技术的测试 比如说亚当斯测试了不同类型的话题 看哪个话题受读者欢迎 同时他还测试自己 就是让自己用不同的口吻来写作 比如说用愤怒的口吻 用幽默的口吻 用批评的口吻等等 看哪一种感觉更受读者欢迎 那时间长了 博客越写越多 亚当斯的写作系统也就成长起来了 后来华尔街日报听说了他的博客 就邀请他开一个专栏 亚当斯一上手 专栏马上大受欢迎 这就是因为那个时候的亚当斯 已经拥有一个成熟的写作系统 他完全知道文章该怎么写 亚当斯说 他当时在写博客的时候 只知道这个博客壮大起来 就会有各种可能性 但是他完全没有任何具体的目标 他并没有事先规划好任何事情 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要去华尔街日报开专栏 你看系统有了 一切都自然发生 亚当斯的第二条经验是 灵感更依赖身体 而不是大脑 如果你的写作技术已经比较成熟了 你最关心的就不是怎么写 而是写什么 亚当斯要保持高频率的更新 就必须有大量的想法做后盾 那么他的想法都是从哪来的呢 为了获得新想法 亚当斯每天早晨起来的流程 是完全固定的 就连吃的早餐都是每天完全一样的 他的这个套路的精髓就是 先把大脑清空 再用新信息灌满大脑 所谓清空大脑 就是在早餐之后 把昨天的一切问题都泡到脑后 把整个大脑腾出来 好接收新信息 然后他就打开电脑 看新闻 读文章 了解全世界都在发生什么 他必须从这些日常的新信息里面 获得下一幅漫画 或者专栏文章的素材和灵感 那现在关键点来了 在浏览信息的过程里面 你怎么判断哪条信息最值得作为素材呢 亚当斯说 你不应该听从大脑的判断 你应该听从身体的判断 这是因为大脑容易想的太多 而身体则是自然反应 亚当斯总是观察他自己身体的反应 比如说看这套素材的时候 我是不是不由自主就笑了呢 我是不是肾上腺素猛增了呢 或者说 我有没有产生强烈的情感波动呢 如果有 那就说明这个东西 它一定是个好素材 如果你的身体对什么信息 做出强烈反应 那别人大概也会关心这个东西 第三条经验是 在自己身上多发展几个熟练的技能 亚当斯说 如果你想取得出类拔萃的成就 你大概有下面两个选择 第一个选择是 你把自己的某一个技能练到全世界最好 当然这个非常困难 只有很少人能做到 第二个选择是 你可以选择两项技能 把每一项技能都练到世界前25%的水平 这个就容易多了 同时拥有两个排在前25%技能的人 其实是很少的 而如果你能把这两个技能结合起来 去做一件事 你就可能取得了不起的成就 比如说亚当斯自己 他不是世界上画画技能最好的 但是他的画画技能能达到前25% 他写笑话的技能也不是最好的 但是也能达到前25% 现在他把这两项技能结合在一起 画呆伯特漫画 那能做到这一点的人就太少了 而亚当斯其实还有第三个技能 就是他在画这个漫画之前 做办公室做了很多年 换句话说 他特别懂得办公室政治 办公室政治恰恰就是呆伯特漫画的主题 你看这就是三个厉害的技能 放在一个人身上产生的化学反应 所以亚当斯给年轻人的建议是 不管你真正喜欢的领域是什么 你要努力在这个领域练到前25% 然后你最好再加一两个领域 如果你不知道该加什么领域的话 亚当斯建议你练演讲 他说演讲这个东西 只要是个人愿意苦练 就一定能练好 比如说如果你是一个前25%的程序员 同时你们公司还有很多个 前25%的程序员 但是如果你同时还是一个 前25%的演讲者 那你天然就是其他程序员的领导 对于这个方法 这本书里说 有一个著名的作家叫马克安德森 也有类似的建议 他说年轻人在大学 最好能拿到两个不同学科的学位 这两个学科的距离越远越好 比如说工程加NBA 法学加NBA 或者物理学加经济学 好以上就是我们要说的第一个人物 斯科特亚当斯 接下来我们讲第二个人物 他是曾经担任过美国海军突击队指挥官的 捷克威林克 他的心得是真正的自由是自律 是你要对你的世界有极端的所有权 这位威林克在海豹突击队服役20年 参加过伊拉克战争 他回国以后负责西海岸所有海豹突击队队员的训练 而退伍之后跟人合开了一家咨询公司 专门向商界传授军队的领导力和管理经验 2015年威林克还出了一本书 书名叫极端所有权 海豹突击队的领导方法与制胜策略 这本书曾经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名列第一名 威林克的方法论主要有下面三条经验 第一条是自律就是自由 咱们得到的拥护都是战士 每天工作学习都好像战斗一样 都在想方设法提高自己取得胜利 这种精神当然厉害 不过这里说的战士和战斗主要还是一种比喻 因为毕竟你的工作和学习都见不着血 就算是偶尔失败了 也不至于有人就得牺牲生命 我们有时候给自己增加压力 搞一个什么演习之类 其实多数情况下最高的目标 也就是让领导满意而已 但是如果一个人真的上过战场 见过血面对过真正的敌人 自己的一个错误决定 就可能导致队友牺牲啊 像这样的人是一种什么样的气质呢 有一个例子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为了这本书的访谈 作者费里斯特意把威林克请到自己家里 威林克还住了一宿 第二天早晨八点钟 费里斯的女朋友就跟费里斯说 说威林克好像五个小时之前 就已经起床了 而且一直在看书 她作为女主人 都不知道该怎么招呼客人 其实起了五个小时也不至于 但威林克的正常习惯是 每天早晨四点四十五分起床做事 虽然她早就退役了 但是保留了特种部队的纪律 而且她的身体也很好 还能连续做七十六个服务程 费里斯就问威林克 说你为什么非得早起呢 威林克说 早起能让我获得一种在心理上 战胜了敌人的感觉 威林克总觉得 世界上某一个地方 有一个敌人 一手拿着冲锋枪 一手拿着手榴弹 等着跟他交锋 他虽然已经不在部队里了 将来也不会上战场了 但是他总觉得有一天 还是会面对敌人 所以他每天早晨一醒 他就问自己 我现在要做点什么 才能为那个面对敌人的时刻 做好准备呢 然后他就起来了 威林克的这个精神感染了很多美国人 现在推特上就有人成立了一个叫 4点45分起床俱乐部 早起也是自律的体现 威林克的作用名是 自律等于自由 你为了获得真正的自由 就非得给自己设定一些限制 我们平时所谓的自由 比如说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呀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呀 这个其实有两个弊端 它不是真正的自由 一个弊端是选择悖论 就是你面对的选项太多 就容易挑花眼 根本不知道该选什么好 幸福度反而下降了 还有一个弊端是决策疲劳 有一个理论说 我们每一次做决定 都会消耗一点意志力 选来选去 什么都没干 我们就已经身心俱疲了 这里我想补充一句 现在社会某些人得抑郁症 可能就是因为太自由了 表面上看什么都可以做 实际上做什么都没意思 也没有意义 那这样的自由就有点像开了作弊码 打电子游戏 玩一会之后 面对的就是无尽的空虚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特别自律的人 每天面对各种限制 有各种的流程 你每时每刻都知道自己该干什么 你反而获得了一种自主的感觉 所谓真正的自由 也就是财务自由 时间自由 免于疾病和贫困的自由 为了达到这样的目标 你必须自律才行 这个道理是很明白的 维林克的第二条经验是 要对自己拥有极端的所有权 树立说 海豹突击队在执行重大的行动之前 负责整个海豹突击队的海军准将 会召集所有分队的指挥官开一个会 在这次会上 指挥官们就会抓住这个机会 赶紧向上级提要求 比如说 有的指挥官会说 我们跟直升机的合练还不够 请求多派几架直升机 让我们多练几次 有的指挥官会说 给士兵们配发的靴子 是适合炎热天气的 但是这次天冷 希望能发新靴子 有的指挥官会说 我们在沙漠里行军 士兵跟外界失去联络 很难受 最好能给WiFi信号 准将听完之后 一一答应了这些要求 而维林克引以为终的一个时刻 是当准将走到他面前的时候 他的回答是 我们很好 长官 他没有提出任何要求 维林克说 这个逻辑是这样的 我对我的世界有极端的所有权 如果我的部队有问题 我自己就会解决 我不会等到这个时候 再向上级抱怨 反过来说 如果哪一天 我真的跟上级说 老板 我需要这个 那我马上就能得到我需要的 因为上级明白 凡是我提出的要求 一定是我真的需要 维林克说 人们总爱抱怨上级 没有给自己足够的支持 其实那根本就是你自己的错误 你没有好好地教育你的上级 你没有正确地影响他 你没有让他理解 你为什么需要这个支持 自己必须负责 这个就是极端的所有权 维林克的第三条经验是 要用谦卑来增强自己的领导力 在维林克的眼中 怎么样才是一个好的指挥官呢 维林克的答案是谦卑 在维林克负责整个西海岸 海豹突击队训练的时候 他故意用超高难度的环境和任务 来压迫部队 一直到把所有的队伍都压垮为止 其中一项重要的考察 就是看各个小队的指挥官 在被压垮之后怎么反应 不行的就淘汰 维林克发现 那些最后被淘汰的指挥官 几乎没有人是因为军事技术 或者体能不行 他们都是因为领导力不行 其中最缺乏的一个素质 就是谦卑 这里说的谦卑 并不是对领导毕恭毕敬的意思 而是你这个人 得听得进去别人的话 有开放的头脑 能时刻学习 维林克的训练任务就是 故意让所有的队伍都失败 那些有谦卑素质的指挥官 回来之后 首先会把责任归在自己身上 他会说 是我没控制好 我输了 咱们能不能复盘一下 看看我哪个地方做的不对 一旦他有这个心态的话 当你指出他的不足的时候 他就会马上记在笔记本上 而对比之下 那些傲慢自大的指挥官回来之后 先指责别人 反正自己没错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 其实他连诚实的自我评估 这一点都做不到 那维林克是怎么自我评估的呢 他的方法是 以一个第三人称的视角 来旁观自己 比如说 你正在做这件事情 但是你得能够时不时的 跳出自己的身体 去旁观你自己 经常审视自己 想我是不是生气了 我是不是太感情用事了 或者我是不是反应过度了 这个其实有点像咱们中国人说的 当局者迷 旁观者轻 等于是自己给自己提供即时的反馈 能做到这一点 其实非常困难 这就要求你 即使在投入全部身心的情况下 仍然能在心里保持一个冷静的声音 给自己提个醒 这个才是谦卑的最高境界 好 这就是我们要说的第二个人物 前海豹突击队的指挥官 威林克 接下来我们来说第三个人物 他的名字叫做克里斯·萨卡 萨卡可能是硅谷最成功的 风险投资人之一 据说身价超过10亿美元 萨卡曾经在Google担任过部门的经理 出来做风险投资之后 有过多个神来之笔 像Twitter Uber Instagram 还有Kickstarter 这些如雷贯耳的公司 萨卡都是在他们创业的早期就投资了 他还上过福布斯杂志的封面 费里斯这本书里的萨卡 是一个有点性格的人 比如说他作为一个风险投资者 人们都把他当成硅谷的人 毕竟他投的大部分公司都是在硅谷的 但是萨卡并不住在硅谷 他住在加州的一个山区里面 那萨卡为什么不住在浪潮的中心呢 因为他是一个进宫的人 萨卡说你在生活里面面对的各种挑战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挑战是防守 也就是别人给你一个任务 你想方设法完成 做成之后也很有成就感 但是毕竟主动权是在别人手里 而另外一类挑战是进攻 是你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主动权在自己手里 比如说你的电子邮箱 其实就是你的防守任务列表 每一封邮件都是别人想让你干的事 如果你一直被你的邮箱所左右 那你就一直在防守 萨卡想进攻 所以他从2007年开始就从旧金山搬出来了 搬到山里面去住 萨卡不想再没完没了的见各种人 开各种会了 他在山里面可以集中精力 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 可以学习新东西 可以建立一些真正有价值的长期关系 萨卡住的地方正好是一个滑雪圣地 景色是很好的 所以他就经常在周末邀请各路商业伙伴来家里玩 别人当然也愿意来 结果这样的关系显然更深入 正是这种长期的个人朋友关系 是萨卡成功投资 推特和Uber这些公司的关键 所以我们看 风险投资人肯定要认识很多很多人 而现在萨卡的特点是 他已经不再被动的见很多人了 而是主动的 有选择的跟一些人建立更高水平的关系 这里面的关键词就是主动两个字 所谓进攻就是要以我为主 积极主动 事实上 萨卡早期也是这样 他知道风险投资人需要很多知识 对各行各业的情况都得有点了解 但是如果你在一个公司有一份正式的工作 这个工作能给你提供的视野 往往是非常有限的 那你就必须主动出击 当年萨卡的做法是 不管哪有重要的会议 不管人家是不是邀请了他 他都想方设法去听一听 在Google的时候 各种高层的会议 甚至有时候连创始人之间的会议 萨卡也会去参加 他去开会的时候 别人根本就没请他 有时候人家就不好意思说他 有时候也会有人问他 说你来干什么呀 这时候萨卡就会说 我是来帮你们做会议记录的 然后他就真的会把自己记的笔记 发给迂回者 听到这你可能会问 像他这样的主动出击 那是需要很高的情商的 那萨卡的情商是怎么练出来的呢 这本书里就说了萨卡很多小时候的故事 其实现在美国的阶层也是挺固化的 就连互联网行业 这个全新行业的创业者 通常也不是出自中等以下的家庭 萨卡的家庭就有点不一般 他的父母是有一定能力的人 美国学校的暑假长达两个半月 没钱人家的小孩就在家里边瞎玩 而有条件的人家的小孩 就可以参加各种培训班和夏令营 萨卡家的规矩就是 每年暑假要出去实习 而萨卡的实习分成两个阶段 萨卡称之为甜酸暑假 咱们先来说甜的部分吧 萨卡的父亲有一个朋友 也是萨卡的教父 而这个教父的儿子 就算是萨卡的教兄吧 这个教兄的职业 是帮着利益集团 在华盛顿游说国会议员 在他12岁那年 萨卡的实习生工作 就是给这个教兄去当小跟班 去参加游说 而且萨卡在这里面 起到了一个相当严肃的作用 就是在游说每个政客之前 萨卡会先跟他的教兄梳理一下 这次游说要达到的各种条款 萨卡会把他们俩计划好的内容 浓缩到一张纸上 帮教兄理清思路 然后他跟着教兄去参加政客的会面 人家跟政客谈 他就在旁边看 12岁的萨卡就已经见过 华盛顿那帮议员的各种嘴脸了 萨卡说 这种实习至少给了他三个收获 第一是收获了很多见识 第二是建立了强大的自信心 更重要的是第三点 就是通过总结谈话要点 他掌握了很强的讲故事的能力 好 这是实习里面甜的那部分 而暑假实习里面酸的那部分 是萨卡回到自己家 父亲安排他去一个建筑队里面打杂 建筑队的老板是他父亲的朋友 父亲要求老板把最脏最累的活 安排给萨卡 比如说把粪肥撒到别人家的院子里面 如果萨卡干的不好 公友们还会对他进行打骂 也许这种吃苦的工作能磨练意志品质吧 不过萨卡调侃 他父亲安排两份实习工作 可能还有一个警告的意思 就是如果你拿不到华盛顿说客 这样高端的工作 那你就只能去建筑队里面做那种工作了 靠这些不同的人生体验 成就了萨卡超凡脱俗的情商 而且我们知道有些硅谷名人 爱穿标志性的衣服 比如说乔布斯每次开发布会 都是一件黑色的套头扇 扎克伯格总爱穿一件T恤衫 而萨卡的标志服装 是一件绣花牛仔服 那为什么非得穿成这样呢 萨卡说 有一次他出去做演讲 在机场就很随性的买了一件衣服 演讲的时候 穿着反响就很好 所以他回来的时候 就把这家店里同款衣服的一半库存 都给买下来了 从此之后 一旦有正式场合 就穿这件 这件衣服给了媒体一个很强的辨识度 这是在不伤害自己的情况下 增加曝光的最好的方法 何乐而不为呢 萨卡对年轻人的忠告是 任何时候都要真诚 不要试图模仿别人 永远做最真实的自己 而且你不必为此道歉 如果你真实的自我 就是一个很怪异的人 那你就做一个很怪异的人 其实这个说法 在巨人的工具这本书里 还有另外一个人物 叫格林贝克也提到过 格林贝克是现在美国当红的节目主持人 他有一次在电台节目里面没忍住 暴露了自己很隐私的事情 他以为职业生涯就此结束了 没想到反而很受听众的欢迎 这个逻辑就是 现代社会里有太多人说话 都是按照事先写好的稿子来说 越是这样 人们就越欢迎真诚的声音 真诚的自我表达 反而可能有市场 如果你真的在某一方面 有特殊的地方 它可能还是你的卖点 萨卡给的最后一个忠告是 一定要善于讲故事 风险投资人做决策 其实并不是靠理性 来分析你的数字和图表 而是在听你的故事 如果他能被你的故事打动 他就会投资你的项目 如果你发现一个投资人 在纠结的翻来覆去的看你的数据 他其实不是在那做计算的 而是他想从这些数据里面 找到相信你这个故事的理由 好说到这 这本巨人的工具就给你说完了 我们来回顾一下 这本书里三个优秀的大人物告诉我们 第一不要去追求实现一个什么具体的目标 而要发展一个系统 第二真正的自由是自律 你要对你的世界有极端的所有权 第三生活里的挑战应接不暇 你应该学会优先应对 进攻型挑战